妻子的情人在我买的房子里 把我从楼梯推下去 我们去了同一家医院 我肋骨断了三根 他只是皮肤擦伤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委屈到 我只是想跟他道歉 没想到他想杀我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妻子冲到急诊科 抬手给我一巴掌 毫不犹豫地选择对方 我明知道妻子车祸失忆 爱上了别人 但那一瞬间 心彻底碎了 我决定成全妻子 也放过自己 后来我也失忆了 爱上别的女人 大婚那天 对接交换的时候 妻子冲到现场 跪在面前 恳求我再爱她一次 我俯瞰着她 让保安把她丢出去 亵渎真心的女人 早该丢了 医生甩了甩片子 神色凝重地告诉我 肋骨断了三根 其中一根差点刺入肺部 再晚来一点可能会死 我躺在病床上 麻木望着天花板 好像没听到医生的话 医生又说 我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伤痕 顿气刺伤 烟头烫伤 若不及时处理 可能会溃烂 我依旧没有回答 蜷缩身体 如同原液上天 是伤口的孤狼 隔壁病床的男人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掏出手机 委屈到 我只是想跟她道歉 没想到她想杀我 顾熙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十几分钟后 一个风姿戳约的女人 冲进病房 抬手便给了我一巴掌 愤怒到 落云 没想到你那么心毒 想要杀人 然后抱住隔壁床的男人 满眼都是心疼 成名 吓死我了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突如其来的一幕 镇住了病房医护人员 看到她都觉得恶心 我们走 与人搀扶起男人 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躲避瘟神一样 离开病房 医生问我是否要通知家属 我摇摇头 坚持自己签字 不是我不愿意叫家属 而是家属来过了 那个进门甩我巴掌的女人 就是我深爱七年的妻子 那个委屈说 被我推下楼的男人 便是妻子的情人 成名今早闯进我家 我肋骨断了三根 她只是受点皮外伤 当时躺在医院 我天真以为顾希看到我的样子 就算再厌恶 也不会心疼一点吧 可惜我错了 错得太离谱 顾希毫不犹豫地相信成名 抬手给我一巴掌 积罪我的所有希望 也粉碎最后一丝爱意 一个月来 为了挽回妻子 我将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 任由他们肆意伤害 成名仗着我对顾希的偏爱 估计就算杀了我 第二天也会得到家属谅解书 一个月以来 顾希为了逼我离婚 千方百计地折磨我 用最残忍的刺刀 扎进我的心脏 我苦苦隐忍 只是因为顾希车祸失忆 爱上别人 我以为真心能唤醒她的记忆 得到的却是无止境的伤害 那一巴掌甩过来 彻底断绝我的念头 顾希 我累了 爱不动了 我跟顾希是青梅竹马 从校服到婚纱 献煞多少人 所有人觉得 我们应该幸福一辈子 我也是这么觉得 结婚青年 我们从一无所有 到现在拥有一家小公司 不说大富大贵 也算小有成就 靠的就是我们相互扶持 携手并进 我们是夫妻 也是战友 每天晚上 我们都会抱在一起 说着海事山盟 幻想着未来生几个孩子 组成一个完美的家 可就在顾希告诉我怀孕那天 我丢下所有工作 在家里准备温馨的烛光晚餐 迎接至爱归来 顾希出了车祸 脑袋遭到重创 选择性失忆 她忘记了我 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海事山盟 她还出现了记忆混乱 记忆中有个深爱多年的男人 可惜不是我 而是曾经她最厌恶的追求者 高中时期的笑霸成明 她把成明当作至爱 把我看成洪水猛兽 我在医院抱着她 温柔说着会等她恢复记忆 一辈子好好爱她 绝对不会放弃 顾希第二天 便去其他医院打掉孩子 与成明在一起 当我得知消息 差点疯掉 冲到成明面前 将她扑倒 狠狠地拳打脚踢 但顾希为了保护成明 用花瓶砸在我的身上 白色的衬衫被鲜血染红 我不可思议看着顾希 刚要说话 就被甩了一巴掌 顾希无视我的哀求 抱住成明 大声咆哮 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成明冲我笑 满脸小人得志 我心如刀割 恨不得宰了对方 但我忍住了 觉得顾希失忆 把成明当成我 说明还是爱我的 只要我继续努力 用真心唤醒她的记忆 我们以后 一样会幸福一辈子 可我低估顾希的绝情 她就是这么一个 为爱疯狂的女人 当年为了嫁给我 不惜与家庭决裂 甚至将刀子放在脖子上 威胁父母 不答应就自杀 我当时感动无以复加 发誓要爱她一辈子 可现在顾希把刀子对准了我 为了成明 把我的心一点点戳丝剥茧 狠狠暴晒在阳光上 血淋淋的极为残忍 我强忍着悲愤 想起曾经的恩爱 希望用时间来治愈伤痕 用真情挽回对方 可是一个月来 顾希不但没有恢复记忆 反而变本加厉 未必我离婚 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 在她眼中 我是彻头彻尾的坏人 是拆散她和成明的罪魁祸首 所以她一次次将我踩在脚下 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医生问我身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说满嘴苦涩 顿气割伤 是顾希在我睡着的时候 故意装精神病 想要吓我离婚 鲜血染红被子 我咬牙坚持 硬是没答应 烟头烫伤 是顾希先翻我为 七周年纪念日准备的丰盛晚餐 将我推倒在地 用烟头狠狠嵌入我的肌肤 威胁不离婚 就见一次烫一次 曾经的顾希 满眼都是我 切菜割伤手指 心疼到不行 现在的顾希 满脸都是仇恨 恨不得我马上去死 就没人阻碍她和成明在一起 我明知道顾希失忆才会这样 但一次次伤害 如同一把钝刀 将爱意一点点切割 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 那的曾经霸凌我的笑靶 顾希最讨厌的男人 既然成为顾希不希 与世界对抗也要在一起的人 顾希可以忘记与我一切 难道能忘记那些成明 曾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 成明一直是顾希的追求者 即便她结婚了 依旧选择等待 她病态般地喜欢顾希 在毕业后被我圆圆甩在身后 如今终于找到机会羞辱我 仗着我对顾希的偏爱 一次次将我踩在脚下 疯狂羞辱我 像是在高中校园 把我摁在马桶里 放肆地大笑着 今天早上 她闯进我家 以男主人自居 被我骂了一句 便怀恨在心 然后应笑 你猜猜看 现在的顾希最在乎谁 说完把我推下楼梯 如她所愿 顾希毫不犹豫选择对方 相信对方 其实只要她回去查看监控就知道 成明是多么恶心 但成明丝毫不担心我报警 因为有顾希这块挡箭牌 就算杀了我也不会坐牢 一个月来 我遭到顾希的一次次伤害 已经麻木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等待什么 或许不等顾希恢复记忆 我便会死掉 那一巴掌 将最后一丝爱意斩断 我的心好似解脱 签字完毕 我就被推进手术室 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 看了一眼明亮的圆灯 缓缓闭上眼睛 顾希 我好累啊 全麻后 我便失去意识 昏迷前 脑海中浮现出 我与顾希恩爱的一幕幕 那时候的她 像是我生命中的光 照耀了全世界 如今的她像是恶魔 把我推向深渊 眼睛缓缓合拢 我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隐约能听到旁边的争吵声 却无法睁开眼睛 顾希 你疯了吗 洛云才是你的丈夫 你们从校服到婚纱 奔爱了那么多年 现在说要离婚 你良心被狗吃了 这是我爸声音 非常愤怒 发出质问 好像有什么东西 砸在手臂上 一点点刺痛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洛云 我爱的只有成名 像他如此狠毒的人 我怎么可能瞎眼选他 就算你们说得对 我们结婚了 可我已经不爱了 我想离婚 面对亲朋好友的结问 顾希声音更大 充满讽刺 谁说结婚了就不准离婚 我不记得他 心里只有成名 你们谁也别想拦我 这辈子我认定成名 与洛云绑在一起 觉得非常恶心 顾希的话 即便身体麻药尚未散去 我的心开始作痛 今天把话撂在这里 我这辈子只认成名 谁敢阻拦就是我的仇人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也没人能阻碍我与成名在一起 病房忽然安静下来 估计谁也没想到 顾希那么执念 他们曾亲眼见过 我与顾希的幸福 此时造化弄人 那个心里全是我的女人 此时爱惨了别人 也许是老天爷的妒忌 觉得我的婚姻太过完美 所以想跟我开玩笑吧 但这个玩笑 我真的承受不起了 混乱间 顾希的电话响起 充满戾气的声音 瞬间变得温柔起来 说道 阿明 别担心 我现在就赶过去 没人能把我分开 顾希 你去哪儿 洛云还没醒来 你就去私会眼男人嘛 有人咆哮道 顾希冷笑 狠狠道 成名有抑郁症 我必须赶过去 还有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 洛云醒来后 立即跟我去离婚 否则我会搅得你们全家不得安宁 别低估我的决心 我听到病房门狠狠关闭的撞击 像是心脏挨了一击中锤 听到成名有抑郁症 我差点仰天大笑 那个高中校园的恶魔 以欺负人为乐 甚至害的一个男生跳楼自杀 这种败类也会有抑郁症吗 换作以前 我肯定会千方百计地证明 成名在说谎 现在却毫无波澜 麻药的药效终于过去 我睁开眼睛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肋骨断裂 差点刺入肺部 若不是及时手术 我可能已经死在家里 我在医院躺在半个月 顾希没来过一次 来看望我的亲朋好友 默契没有提他 我也乐得清静 在病床不能动弹的时间里 我努力配合医生治疗 身体渐渐康复 顾希对我的绝情 我算是彻底体会过了 身上的伤口逐渐愈合 心中那股不甘和卷帘 也跟着消散 手术过后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仿佛看清楚很多事情 老天爷既然跟我开个玩笑 我总不能太过较真吧 出院那天 顾希还是没有出现 我独自回到家里 桌子上蒙上一层灰 显然住院期间 女主人并没有回家 而是守在认定的男人身边 墙壁上的结婚照 我们笑得无比幸福 顾希的眼睛里有光 是对婚姻的憧憬 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无数次讨论过 未来会怎么样 但从未想过会这样 楼梯口的血痕没有擦掉 那是成名将我踩在脚下的证明 也是顾希刺向我的刀 身体上的伤口已经痊愈 内心的伤痕早已经溃烂 我轻轻擦拭着桌子上的灰尘 看到了沙发后面婴儿床 那是得知顾希怀孕之前 早就准备好的用品 顾希在回家的路上 我便开始布置屋子 想要制造一个温馨的家 处处充满一家三口的痕迹 可现在冰冷冷的房子 如同怪兽的血盆大口 仿佛下一刻将我吞入 无止境的深渊 我躺在沙发上 默默舔是伤口 泪水不自觉地滑落脸颊 那个我爱了很多年的女孩 因为老天爷的一场玩笑 彻底弄丢了 住院期间 我没有留下一滴泪水 只是不想让亲朋好友 看到我的软弱 可回到原来的家 千疮百孔的心再也撑不住 泪水决堤 我趴在沙发上大声痛哭 不知道哭了多久 我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隐约听见开门声 我猛地坐起身 擦掉泪水 望着进门的女人 顾熙回家了 她看到我的瞬间 满脸都是厌恶 毛子带着浓郁的仇恨 仿佛我的存在拆散她和成名 是我耽误了她和成名的幸福 顾熙曾说 就算我们真结婚了 那也是孽缘 她现在只爱成名 顾熙无视我的存在 朝楼上走去 似乎多看一眼 便觉得脏 她那无情冷漠的目光 像是一把刀 再次揭开我的伤疤 血流如注 离婚吧 我闭上眼睛 控制不住内心的颤抖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灵魂似乎得到解脱 一个月的折磨 顾熙用尽各种手段 逼我离婚 医院那一巴掌 彻底粉碎我最后一丝爱意 我累了 爱不动了 我丝毫不怀疑 如果坚持下去 顾熙会做出什么样出格的行为 她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女人 眼睛揉不得半点沙子 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代价 为了爱情 我可以遍体鳞伤 甚至做好殉情 但我的父母呢 我的朋友呢 以顾熙的性格 绝对会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情 直到达成目的 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 即便万分不舍和无奈 说出离婚两个字 心在低血 顾熙转身 打亮着痛苦的我 翘脸充满警惕 问道 你又耍什么把戏 洛云 如果你觉得以退为进 我就能留在这个家 劝你不要枉费心机 不管你是否愿意离婚 我都要搬走 感受到顾熙坚定神色 像是回到当年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时 坐在草地上 她指着星辰发誓 说这辈子只爱我 不管天崩地裂 艰难险阻 死也要在一起 她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爱情誓言有在耳边 可惜她爱上别人 我同意离婚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纠缠 望着顾熙那张嘲讽的脸 哑声道 明天就去吧 顾熙冷笑 希望你说话算话 不要再找任何借口 她语气充满讽 失去记忆后 打掉我们的孩子 扬言要与曾经的孝爸在一起 我那时候差点疯掉 坚决不放手 顾熙是我深爱七年的女人 是一辈子的灵魂伴侣 我不可能放弃 哪怕承受滔天罪恶 也觉得有天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可惜高估自己的能力 和顾熙的冷血 打掉孩子后 她便提出离婚 我自然不可能同意 极力哀求 甚至跪在地上 希望她能再等等 万一恢复记忆呢 可惜顾熙爱上成名 用尽办法羞辱 折磨我 让我差点精神崩溃 爱情不该是这样 为什么那么痛苦呢 这个月来 我没有一天好好睡觉 生怕睁开眼 便失去顾熙 再也见不到 我用尽办法挽留 威胁 甚至想要干掉成名 但想到满头白发的父母 便忍住了 顾熙确定我同意离婚后 神色惊喜 急忙掏出手机 柔声道 阿明 她同意离婚了 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望着她惊喜相的孩子 破碎的心再次撕裂 曾几何时 只有顾熙嫁给我时 才会露出如此幸福的神色 可惜她已经不属于我 即将离我而去 我心痛到无法呼吸 摊坐在沙发上 顾熙抱着双肩 冷漠看着我 淡淡道 别装作一往情深的样子 让我觉得恶心 我脸色泛白 折指墙壁上的结婚照 悲伤道 你没看见吗 照片上的笑容 难道是假的 顾熙脸色微变 玄机大怒 把所有关于我们的照片 统统砸在地上 我最爱的人是阿明 你肯定用了 幸福的结婚照 在顾熙脚下支离破碎 我再也控制不住 扑了上去 用身体去挡 那是我七年幸福婚姻的见证 就算顾熙变了 曾经的幸福也不能消失 我只觉得背脊剧痛 顾熙的鞋跟狠狠刺入肌肤 鲜血染红衣裳 顾熙脸色微变 看到我满身鲜血 非但没有怜悯 反而愤怒道 阿明说你心思歹毒 阴险狡诈 估计又想找借口不离婚吧 这些垃圾我不要了 留着发霉吧 顾熙不想搞出人命 没有继续毁坏 我守着那些结婚照 强忍剧痛 望着顾熙 轻声道 顾熙 如果有一天 你恢复记忆 想起今天对我造成了伤害 会后悔吗 顾熙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 不屑道 我只记得阿明是我的挚爱 你算什么东西 哎哟 这不是痴情种子落云吗 成名走进家门 故意踩着我的手 泽泽道 你现在好像一条狗 手背传来剧痛 我脸色泛白 抬头看向顾熙 对方那毫不在意的冷漠 再次刺痛我的心 他眼里只有成名 成名故意加大脚上的力道 看着我痛苦不堪的样子 眸子闪过阴毒和兴奋 似乎为了这一刻 他等待多年 不好意思 弄疼你了 没事吧 成名故作惊讶 无辜道 他抬起脚 悠闲走到顾熙身边 揽住他的蛮腰 得意洋洋 顾熙不耐烦 像他这种人只会装可怜 别理他 阿明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明天离婚后 咱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你等我 顾熙用警告的目光 瞪了我一眼 上楼收拾东西 成名蹲下 挑起的下巴 嘖嘖道 洛云 以前我在高中能把你踩在脚下 像调狗一样愣在厕所 现在一样可以 毕业后 每次看到你们秀恩爱 我都无比痛苦 我自残过 也跳过楼 我那么爱顾熙 为什么他不爱我 每天晚上想到你们在一起 如同复古之躯 可是我的身体和灵魂 如今风水轮流转 曾经遭到的折磨 我要千百倍的还给你 忘记说了 顾熙打他的第二天 就把身体给了我 成名舔着嘴唇 兴奋到 真别说 他主动的样子 闭嘴 我再也控制不住 一拳砸在成名脸上 这个畜生不是东西 我要杀了他 成名压根不是我对手 想要反抗 却被我打得哭爹喊娘 就在我掐住他的脖子 脑袋一阵剧痛 我猛地回头 看到顾熙手持一个花瓶 翘脸充满愤怒 下手毫不留情 我躺在地上 望着天花板 意识逐渐模糊 成名爬起来 激烈咳嗽 然后愤怒用脚踹我的脑袋 直到发泄完毕 我已经鲜血淋淋 看起来极为恐怖 好了 别脏了自己的手 顾熙拦着成名 劝说道 人死了会很麻烦 成名朝我催了一口 拍着我的脸庞 三然道 咱们的事情还没完 你可不能死 等我与顾熙大婚 你一定要来见证 我们的幸福啊 他们手牵手 像极了当年的我和顾熙 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身无可恋 想着也许这么死去挺好 不用再遭受折磨 意识终于失去 我闭上眼睛 泪水决涕 说好不哭的 为什么会忍不住流泪 当我再次醒来 身体僵硬 环顾四周 依旧躺在客厅地板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现实 落在破碎的结婚罩上 我艰难爬起来 一步步挪到沙发上 悲伤袭来 像是我支离破碎的婚姻 再也回不去了 顾熙的电话 打断我的悲伤 我心神一阵 下意识燃起希望 是不是顾熙恢复记忆 回来找我了 如果顾熙恢复 不会在意这个月来发生的一切 我会好好跟她过日子 不过电话那头顾熙冰冷的声音 打破我的幻想 取名证据吧 我自嘲一笑 到现在还对顾熙抱着幻想呢 想要起身 却发现身体无法动弹 脑袋的伤口已经结痂 疼痛后知后觉 因为无法移动 只好给顾熙打电话 说明情况 顾熙暴怒 你果然是阴险小人 故意找借口 今天就算你瘫痪了 也必须离婚 我苦涩一笑 是真的没办法去明证局啊 很快 顾熙怒气冲冲来到家里 不由分说把我拽着 像条狗一样拖出门口 我没有反抗 挨戴看着天空 任由他把我拽上车 去明证局的路上 顾熙怒不可结 数落我不守信用 他的耐性已经耗光了 不可能再拖延 所以不能马上得到离婚证 顾熙满脸失望 似乎觉得与我 还有一个月的关系 便觉得是无上的耻辱 我面无表情 其实内心早就死了 行尸走落地走向大门 可稍微到门口 便倒在地上 顾熙原本想要禁止离开 不愿意搭理我 扯上麻烦 但周围的人不干了 纷纷出言指责他没良心 就算离婚了 也不该如此冷血无情吧 顾熙脸色难看 碍于面子 只好把我带上车 回去的路上 顾熙全程跟程鸣打电话 那柔情蜜蜜的样子 像极刚恋爱的小女生 我没有感觉 因为心早已经腐烂 听着顾熙在与程鸣商量订婚的细节 我忽然想到 如果某一天 顾熙恢复记忆 该如何面对这个月的疯狂呢 罢了 不愿再想太多 离婚后 顾熙与我无关 但又会情不自禁的幻想 顾熙恢复记忆 如果再次回到我身边 我还能接受吗 脑海中浮现出 这个月来遭到的痛苦折磨 我闭上眼睛 爱意散去 终究有缘无分 车子剧烈震荡 我整个人飞了出去 洛云 你现在的样子真可怜啊 顾熙是我的了 你再也没有机会 你这辈子只能在床上烂掉 而我会和顾熙结婚生子 幸福一辈子 很可惜 你不能来见证我们的幸福 我多么希望你能来参加婚礼 看看你痛不欲生的样子 这是我在一片混沌中听到的声音 我只记得在民政局 被顾熙像狗一样拽到车上 对方在路上与成名恩爱电话 车子好像出车祸 我飞了出去 然后便失去意识 我明明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身体却无法动弹 我努力睁开眼睛 但面前一片黑暗 无尽的惶恐涌上心头 我想到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自己瘫痪了 我看过不少新闻 变成植物人后 身体无法动弹 但意识是清醒的 能感受到周围的一切 刚领完结婚证 就变成植物人 心中一片悲凉 老天爷这么喜欢跟我开玩笑吗 先让顾熙失去记忆 爱上曾经最讨厌的人 如今又让我变成植物人 一辈子躺在床上 忍受孤独和痛苦 却什么都做不了 不知道顾熙怎么样了 我发现自己很下贱 都离婚了 为何还会担心她 之前是成名的声音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或许是见我瘫痪 所以再也不装了 直接跑到病房刺激我 除了成名外 还有其他争吵声 我跟骆云已经离婚了 你们以什么身份阻拦 不管你们是否同意 我与成云的婚结定了 顾熙愤怒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充满对抗全世界的勇气 把骆云送到医院 我是出于人道主义 你们不要道德绑架 否则让我觉得恶心 顾熙冷笑 顾熙 这些年骆云为你付出多少 难道你不清楚吗 失忆有什么了不起 那不是伤害我儿子的借口 如果有天你记得以前 会后悔的 这是我父亲的声音 充满愤怒和无奈 顾熙不谢 我这辈子只爱成名 骆云以前不知道 用什么办法骗我结婚 但我现在觉醒 希望你别后悔 成名是什么样的人渣 你出去调查就知道 高中时期 他是怎么霸凌骆云 差点逼得骆云自杀 你难道忘记了吗 我爸大吼道 顾熙针锋相对 见我爸羞辱成名 勃然大怒 你们怎么能冤枉成名 我们相爱十年 比你们更加了解 骆云用卑鄙的手段得到我 幸亏那场车祸 不然永远看不清楚 他是个垃圾 你没资格破坏成名 在我心中的地位 忘记说了 我曾与骆云有个孩子 但上个月打掉了 怀着一个孽种 我觉得是耻辱 你 玄机是混乱的叫声 我妈大声叫着医生救命 我内心充满愤怒 顾熙啊 你怎么敢的 结婚后 我父母对你如同亲生女儿 你却用他最在意的东西 用来做伤害的工具 这一瞬间 我无法想象 曾经温柔贤淑的顾熙 变得如此冷血无情 事意根本不是借口 他真的变了 变得无比陌生 再也不是我深爱的那个女人 我心中充满不甘和痛苦 但却无可奈何 只能任由顾熙和成名 欺负父母 强烈的怨念涌上心头 我发现这越来的退让 让他们变本加厉 顾熙伤害我就算了 为什么要伤害我的父母 如果再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退让半分 顾熙为了维护成名 不断与众人争辩 甚至说着一些 极为伤人的话 他把我贬得一文不值 成名在旁边好言相劝 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极为委屈 这让顾熙更加心疼 语气变得争鸣恐怖 我感觉到有东西冲到面前 嘴巴无法呼吸 耳边想起顾熙恶毒的话 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可以去死了 我没有挣扎 也无法挣扎 耳边响起监控仪器的警报声 生命特征快速下降 我并没有因为快死掉而惶恐 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 心中暗道 老天爷 你赢了 就这么死掉也许挺好 再也不用承受那份 痛彻心扉的痛苦 我的意思慢慢模糊 然后开始消散 临死前 我无比后悔 再也不想跟顾熙有关系 下辈子不要远离她 最好不想见 我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神色激动的一大群人 我看到了父母亲朋 脸上努力扯出一抹笑容 说道 大家都在呀 我妈再也控制不住 扑在身上 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 我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 闻着刺鼻的消毒水 有些难受 妈 我怎么会在医院呢 洛云 你醒来就好 我已经狠狠骂了顾熙 她太不像话 怎么能跟你离婚 回头等你出院 立即去明证局复婚 有个趟着波浪卷的中年女子 牵着我的手 安抚道 顾熙是谁 我皱起眉头 努力回想这两个字 却什么都不记得 波浪卷的中年女人色变 惊一不定 你真不记得顾熙 她是你的妻子啊 我摇摇头 不跃道 别胡说 我不认识顾熙 四周瞬间安静 我爸赶紧叫来医生 最后得到诊断结果 上礼拜出车后 脑袋遭到重创 选择性失忆 所有与顾熙有关的事情 统统不记得 父母预言幼稚 应该想要解释 但最后忍住了 其他青铜默契 没有提顾熙的名字 波浪卷的中年女人 见我不像是开玩笑 失望地离开 接下来几天 我努力配合医主 做康复训练 虽然车祸伤了脑神经 但身体恢复很快 不到半个月 我便能独立行走 我爸妈自然很开心 我也跟着喜悦 期间我忍不住询问顾熙是谁 二老都选择沉默 只是说事情都已经过去 要向前看 我就没多问 觉得顾熙这个人 应该不重要 否则为何没印象 又过了半个月 我身体差不多已经康复 父母见我脸色红润 惊奇神不错 开心像个孩子 出院后 我拒绝父母的陪伴 说能照顾自己 于是在二老担忧的目光中 走进自己的家 估计太久没有回来 所以家具上布满灰尘 我心情不错 开始收拾起来 期间看到了地上破碎的照片 是我与一个陌生女人 笑颜如花的结婚照 我皱起眉头 努力去回想 却没有半点陌生女人的印象 干脆眼不见为尽 将所有关于陌生女人的东西 打包丢进外边垃圾桶 看着焕然一新的家 我不由笑了 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做好晚餐 点燃一根蜡烛 庆祝新生 偏偏这时候有人来打扰 一对陌生男人走进家门 羽然看到我后 神色充满厌恶 甚至是仇恨 男人笑起来很贱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哟 这不是前夫哥吗 出院了 我好开心 我跟顾希要订婚 你可千万要来 不然顾希会不开心的 顾希 我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发现眼前的女人跟照片上一样 有点明白过来 我估计与顾希离婚了 可你离婚就离婚 为什么带着野男人出现在面前 我记得自己没有出轨 也不可能出轨 那么就该是顾希有问题 这段婚姻 顾希要负主要责任 所以她是坏女人 我神色平静看着说话的男人 反问道 她开不开心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 这里是我家 是我父母留下的婚前财产 你们来干什么 心里想着把他们赶出去后 立即换密码 顾希皱起眉头 走到面前 居高临下看着我 不约道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就算假装不在乎也没用 我只爱成名 成名搂着顾希的蛮腰 得意道 下礼拜 我跟顾希订婚 哦 我只是轻轻应了一声 你们订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像顾希这种出轨的坏女人 不值得浪费表情 我说跟顾希订婚 成名见我浑然不在乎 有些不爽 凑到面前 狠狠道 你深爱的女人嫁给我 难道不该伤心欲绝吗 我可是记得你为了挽回顾希 像调狗一样 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我抬起头 眯着眼睛 打亮着面前这个得意忘形的小人 垃圾而已 送你了 我懒得搭理 继续用餐 指了指门口 这是我家 麻烦你们出去 成名勃然大怒 我让你吃饭 让你试试吧 成名大吼一声 我看到心爱的食物到了一地 脸色难看 一巴掌甩在成名脸上 成名瞪着眼睛 不可思议道 你他们敢打我 我心中冷笑 上前直接两个耳瓜子 骂道 你算什么东西 私闯民宅 以为我好说话 住手 你立即跟成名道歉 顾希脸色难看 直着我的鼻子 一指气势 趁我没有生气 我不耐烦给了一个滚字 顾希不可思议望着我 仿佛从未认识 我的耐心到了极限 揪住成名的衣领 对方虽然比我高点 但气质上被我完全压制 我将成名丢出门口 盯着顾希 还不滚吗 顾希气得浑身颤抖 你居然敢打阿明 立即跟他道歉 还有这是我的房子 成名擦掉嘴角血迹 面色猙獰 他肯定是太妒忌了 所以施兴风 无非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千万别上当 顾希思索片刻 点头冷笑 骆云 不管你再如何折腾 我也不可能回到你身边 我爱的只有成名 神色挑衅离婚的冷静气到了 你先将公司股权转给顾希 把房子和财产过户 或许还能让顾希多看一眼 顾希冷笑 像这种垃圾 多看一眼脏了眼睛 成名见我沉默 以为怂了 面色森然 以前顾希想要离婚 你像条狗一样哀求 那时候的你是厕所里的蛆虫 泽泽 我拍了很多视频 要不要看看 我面无表情 目光扫过两人 心中感慨 如果他们所言为真 那么以前的我该有多愚蠢 为了一个出轨的女人 低三下四 跪地哀求 被羞辱体无完肤 这根本不是我 成名又道 你要是跪地道歉 我或许能勉为其难 让你见到顾希 否则你这辈子 都只能沉浸在痛苦中 我抄起电话 直接报警 成名见我来真的 脸色巨变 色力内人 你给我等着 顾希还想说什么 却被他拽走 房子终于恢复安静 我赶紧联系公司法务 得知要离婚时 打算静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 留给出轨的妻子 我阿妈自己蠢货 这些东西可是辛苦打拼 不能便宜狗男女 医生说我失去记忆 想起刚才的遭遇 我暗自庆幸 幸好离婚匆忙 协议上没有写清楚 不然损失惨重 我一边让人收集顾希 出轨证据 一边不控公司 幸好创业时 顾希说要照顾家庭 只拿了20%的股份 公司还是我说了算 不过对于出轨的女人 还想过得好 我不可能容忍 既然撕破脸 那就让他失去一切 除了通知公司高层 还联系了父母 问清楚那些财产属于赠予 父母得知我的决定 只是问了一句 确定要这样吗 得到坚定回答 他们又告诉我 由于顾希家的工厂资金出问题 想要借500万 不过闹了离婚 事情就搁置下来 昨晚上顾希的父亲还问过 由于双方是顾娇 但顾家仗着女儿 经常占合同便宜 从我家拿走不少钱 以前关系好 顾家半死不活的工厂 靠着我们的输血勉强维持 如今决裂 我可不会犯糊涂 对于出轨的女人 该拿走的东西 一分不能少 交代完毕 我每每睡了一觉 从医院回来后 仿佛新生 少了某种羁绊 浑身轻松 我又成了创业初期 那个沙发果断的男人 第二天是冷静期结束 我迫不及待 想要与顾希结束婚姻关系 跟这种女人有过牵扯 我觉得恶心 来到民政局门口 老远便看到一对男女手挽手 亲密无间地走来 承明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 命令道 签了她 我也拿出一份协议 递给顾希 签了她 你凭什么让顾希近身出户 承明看完协议 气急败坏 大叫道 你才应该近身出户 口口声声说多么爱顾希 到来头还不是为了钱 顾希皱起眉头 满脸不屑 我神色默然 不耐烦道 不签也行 反正着急离婚又不是我 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是过错方 大不了上诉 你给了承明不少钱吧 承明勃然大怒 直着我的鼻子 骂得极为难听 顾希却拦住她 明显知道理亏 但又不舍得放弃财产 不跃道 承明说得对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没想到那么看重钱 我真瞎了眼 那跟我律师谈吧 我转身要走 顾希急了 经过讨价还价 她只得到公司 20%的股份补偿 承明不断提醒 想要更多 但顾希权衡多 就算打官司 估计得到更少 于是重新拟定离婚协议 拿到离婚证 我走出民政局 迎着晨光露出久违的笑容 下礼拜 我跟顾希订婚 千万要来啊 舔狗前夫 承明故意搂着顾希 在我面前炫耀 满脸得意 我面无表情 觉得这对狗男女彻底所死 别出来祸害人 懒得搭理他们 大步往前走 离婚后 我便是单身 有着自己的新生活 想到美好的未来 我浑身充满动力 接下来几天 我除了去公司 便是锻炼身体 没有烦心事 做什么都极为顺利 公司刚签了一笔千万合约 去医院体检 医生说我康复速度超乎预料 居然没有后遗症 他观察我的气色 说与精神状态有关 这两天 我经常梦见一个女孩儿 那是一个极为美好的梦境 我们在草原上追逐 拥抱 亲吻 跟她在一起 每一秒都是幸福 可醒来后 忘记对方向往 我对此颇为苦恼 我忍不住将梦里的女孩儿 告诉好友 对方支支吾吾 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是说梦境而已 无需当真 父母叫我回家吃饭 我走进门 看到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 那一瞬间 梦境的倩影逐渐与对方重合 我妈见我发呆 笑着解释 说我们早就认识 女孩儿大大方方伸手 笑道 骆云 我们有十一年没见了吧 我努力搜索女孩儿的记忆 猛地想起什么 惊呼道 你是方慧 方慧眼睛一亮 轻声道 你还记得呀 我终于想起对方对谁 儿时的大院里有很多邻居 青梅竹马除了顾熙 还有方慧 关于顾熙的印象已经失去 但我记得小时候与方慧玩得很好 但那时候的方慧是假小子 比我小两岁 每次喜欢跟在我屁股后头 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 我记得应该是初一吧 方慧全家移民 直到现在才回国 再次见到青梅 终于与梦境里的女孩重合 心脏不由自主地狂跳 我爸说方慧在国外混得很好 长青藤名校毕业 华尔街精英 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开拓国内市场 有机会我们可以深聊 我妈冲我识眼色 希望我能拿下对方 我心中苦笑 方慧已经不是以前的假小子 而是货真价实的大美女 更是投资精英 从她在家里的表现看 待人接物 如沐春风 简直是的完美女人 以我刚离婚的条件 怎么可能配得上人家 也只能在梦境相遇 饭后 我们留下联系方式 方慧告辞离开 这天晚上 我辗转反侧 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方慧的声音 果不其然 那个梦境再次出现 不过模糊的女孩 逐渐被方慧所取代 没想到第二天 方慧主动联系我 说想去看看我的公司 我自然不会拒绝 不出意外 我们还会成为合作伙伴 方慧对我公司管理非常满意 考察完毕到了饭点 刚开始我挺拘谨的 但随着方慧的引导 我们聊起了儿时的会议 话题渐渐深入 惊喜发现 我们在三观上无比契合 又有许多共同的爱好 到了饭店门口 意犹未尽 方慧去了洗手间 我则先去选位置 没想到在大厅 遭遇顾熙和成明 你跟踪我 顾熙看到我后 神色难看 质问道 不得不说冤家路窄 遇见了最不想见的人 顾熙毫不掩饰内心的厌恶 骨子里透出来的高傲 居高零下望着我 我觉得以前简直瞎眼了 如果顾熙是这个样子 怎么会看上他 与方慧相比 顾熙庸俗不堪 我警告你 既然离婚了 就别再纠缠 免得我看不起你 顾熙皱起眉头 不耐烦道 成明痴笑 满脸不屑 以为你多应急 还是以前那个舔狗呀 顾熙现在是我的女人 以后见面绕着走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在顾熙脸上 亲了一口 神色得意 看着秀恩爱的狗纳女 我心如止水 搞不懂他们的脑回路 一个觉得自己 被跟踪的自恋狂 一个战有欲强烈的自私男 两人简直是绝配 我衷心祝福他们所死 你在这样 已经严重影响 我的日常生活 信不信我报警吗 顾熙说完掏出手机 煞有介事打算报警 我被她的一番操作 看傻了 小心翼翼指着脑袋 叹息道 你这里是不是有病 有被害妄想症吗 那得赶紧置 免得碰到其他男人 以为人家要追你 顾熙气得脸色胀红 指着我 说不出话 成明一把将顾熙搂在怀中 阴阳怪气 又玩欲情故纵这一套 我跟顾熙相爱十年 情理经间 却你还是死心吧 后天是我们的订婚宴 迫不及待的样子 像个傻子 顾熙板着脸 哼道 我们换个地方 看到她都吃不下饭 成明黑黑一笑 仰着脖子 挑衅看着我 说了一句舔狗 亲爱的 我们进去吧 就在两人要走时 一只白嫩的嵌手 挽住我的胳膊 亲人的香味袭来 方慧出现在身边 撒娇道 我有点饿了 我被方慧的亲密动作整呛了 但很快反应过来 她在帮我 成明脸上的表情 像是吃屎一样 没想到我与顾熙离婚后 又找了个更漂亮的女人 与方慧对比 顾熙差得不止一筹 顾熙看到方慧 皱起眉头 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 但又想不起来 成明不甘示弱 讽刺道 果然是垃圾 刚离婚就找好下家 这位女士 千万别给骗了 洛云不是良配 方慧翘目生寒 直接甩了一巴掌 打得成明猛逼 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 下次再羞辱我男朋友 我不会客气 方慧站在我面前 强大的气势震住所有人 我仿佛看到 儿时那的假小子 打群架的时候 拼命保护我的样子 成明勃然大怒 想要还手 但顾熙捂着脑袋 发出痛苦的叫声 算你走运 成明赶紧搀扶顾熙离开 临走前 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门口只剩下我们两个 气氛有些尴尬 明知道方慧仗义相助 但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当他霸气说那句话时 内心深处涌出某种悸动 这大概是心动的样子吧 没好气到 进去吧 一顿饭在微妙的氛围中结束 我们相互沉默 可某种东西 好似在我们之间诞生 路虽然很长 但时间过得真快 晚风吹来 方慧撩拨着长发 沐浴在金色晚霞中 仿佛从漫画走出来的仙子 那一瞬间 我看得吃了 直到把方慧送回家 我才如梦初醒 不禁苦笑起来 我阿妈自己想太多 以方慧的条件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在患得患失中 我接到爸妈的电话 说家里来客人 等我推门进去 却看到顾熙一家 两家聚会以前常有 不过顾熙闹离婚后 变少了 这是离婚后 两家首次聚在一起 但从我妈口中那句客人 就知道来者不善 没想到顾熙也在 不过坐在他爸妈中间 板着脸 神色极为不情愿 顾妈妈看到我 急忙站起来 对我一顿关心 顾爸爸陪着笑 见女儿没反应 喝道 傻愣着做什么 赶紧说话 凭什么 顾熙扭过头 满脸傲气 不耐烦道 你们要我来 我来了 但想让我跟这种人复婚 不可能 他父母脸色巨变 想要阻拦 却来不及 顾熙瞪着我 狠狠道 没想到你那么恶心 用我爸妈来压我 但我告诉你 就算死都不可能复婚 我最爱的人是成名 顾妈妈急了 解释道 顾熙这孩子 装了脑袋失去记忆 胡作非为 这辈子我们只认小洛这个女婿 其他人休想踏入家门 顾爸爸蒙点头 对啊 以前你们多恩爱 结婚证就是一张纸 我相信等顾熙恢复记忆 事情会变好的 顾熙还想反驳 却被他妈捂着嘴巴 我淡定穿过他们一家三口 随意找个位置坐下 顾熙推开他妈 冲到我面前 咬牙切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玩欲情故纵 可惜没用 识相的话答应我家的要求 否则 我抬起头 反问 否则什么 顾熙语色 支支吾吾 也说不出什么 我摇摇头 如果我深爱顾熙 愿意付出一切 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自然会无条件答应 但我不记得自己爱过顾熙 从医院醒来 见到的顾熙 只是一个自私自利 脚横跋扈的喘祸 我怎么可能还会迁就对方 顾家的小肠子出现资金链问题 非但没搞清楚资深的地位 反而要武扬威 是谁给顾熙底气 梁静如骂 顾熙父母见场面失控 赶紧上来原场 只可惜说的都是些没营养的话 连我爸妈都看不下去 想要送客 顾熙爸妈心中愤怒 但不敢发作 不禁瞪着自己的女儿 恨铁不成钢 他们不好意思再提借钱的事情 起身告辞 门刚打开 一道身影冲进来 上前就是给了顾熙一个大嘴巴 怒火道 见人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私下来见老乡好 是不是想复婚 顾熙看到成明 神色巨变 急忙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顾熙爸妈看到女儿被打 怒火中烧 与成明吵起来 顾熙家在中间 左右为难 我们一家在旁边好好戏 不管顾熙如何解释 成明失去理智 愤怒之下将人推倒在地 顾熙的脑袋撞击在桌角 灯室流出鲜血 成明脸色巨变 上前想要探查伤势 却被顾熙爸妈赶走 他咬牙切齿 恶狠狠道 行 我走 以后你们会求我回来 说完怒气冲冲离开 顾熙爸妈没脸留下 带着女儿去医院 但顾熙领走前 忽然看着我 神色闪过一丝疑惑 颤声道 洛云 我好像记得你 顾熙离开时 毛子里复杂的情感 让我毛骨悚然 我此时对她只有厌恶 不希望再有任何交集 我爸妈神色古怪 看着我欲言幼稚的样子 最后化作一声叹息 知道二老的顾虑 我坚定表态 就算顾熙恢复记忆又怎么样 我已经把她忘了 况且 顾家需要借钱的时候 她忽然恢复记忆 我不排除以最大的恶意 去揣摩对方 因为顾熙给我的感官很差 我从未如此厌恶过这么一个人 过家的厂子缺少资金周旋 自然要破产 但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 方会经过慎重考察 决定投资我的公司 有了上回的帮忙 原本对她产生了一丝 无法言明的情感波动 可想到两人差距 夜晚深思熟虑的担忧 自觉配不上人家 所以除了公事外 尽量避免私下接触 方会来家里的次数变多 主要是两家层交好 她对我爸妈很尊重 我爸妈也喜欢她 每次方会来 我都找借口离开 要么是公司太忙 要么是私人聚会 我爸妈劝说好几次 觉得方会人不错 离婚了又不是单身一辈子 遇到好女人要珍惜 我知道二老一有所指 希望我去追求方会 可人家是什么条件 我又有什么资格追求 离过一次婚 似乎改变我的婚姻观念 觉得没有亘古不变的爱情 任何东西都会变质 想要爱人 首先学会爱自己 这段时间 我几乎将所有时间投入工作中 得到了方会的投资 决定拓展业务 在隔壁城市开个分公司 可每天晚上我依然会做梦 梦见无垠的草地上 绚烂的夜空下 有个女孩依偎在怀中 我们一起数着天上的星辰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原本逐渐清晰 被方会取代的梦中女孩儿 随着刻意疏远 变得模糊不清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中女孩儿 可发现越来越远 离婚后的日子很轻松 除了工作便是回家陪伴父母 不知不觉过了一个礼拜 梦中的女孩儿 从方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当那个模糊的脸庞 逐渐变成一个清晰的面庞 我从梦中惊醒 背脊发凉 因为那个梦中女孩儿 竟然变成了顾熙 梦境太过真实 梦里的顾熙是个嫌弃良母 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甚至满眼都是我 在梦中 我们彼此相爱 爱对方渗透到骨子里 我梦见了很多 不敢想象的幸福时光 梦里的情节 非但没有让我觉得怀念 反而觉得无比恐惧 我不喜欢这个梦 但总是营绕在脑海中 我努力去将梦中女孩儿 从顾熙变成方慧 刚开始很成功 但不知道为何 方慧的身影闪烁 忽然又变成了顾熙 顾熙那双深情的毛子 像是一根针 狠狠扎紧了内心 我望着窗外的夜空 从出院后再次失眠 第二天起床 我妈告诉我 顾熙没有与成名订婚 当着很多宾客的面逃婚了 我只是平静窝了一声 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二老观察我的神色 如是重负 或许他们担心 我再次陷进去吧 我捏着一根油条 笑了笑 摇头道 爸妈 你们放心 不说我会不会记得 以前的事情 光是顾熙出轨 我便永远不会原谅 至于顾熙是否逃婚 为何逃婚 与我无关 二老见我态度坚定 没有说什么 或看一眼 便聊起了方慧的爸爸 说脑梗住院 我们两家以前关系很好 甚至比顾家更好 方家十几年前 因为生意都在国外 所以移民 可方爸爸年纪大了 便希望落叶归根 他们家交了大笔的税费 终于将国籍改回来 我得知消息 疏远方慧 其实我们感觉到 他的主动 不然不会三番两次的 来家里做客 表面上是看望老人 但我爸妈都看出来 方慧对我有意思 我因为个人原因 以为方慧之所以消失 是察觉到我的态度 没想到是因为 他爸爸住院治疗 就算作为晚辈 我也有义务去探望老人家 当我来到医院 尚未走进病房 就看到了一道倩影 坐在病床边上 虽然只是背影 可释放出来的疲惫 令人心疼不已 方家对我的道来很热情 方爸爸情况不严重 调养一段时间便可 方慧大概没想到我回来 急忙起身招呼 与方爸爸聊了一会儿 放下一些营养品 在他的要求下 方慧送我出来 我们走在路上 沉默不语 由于对方慧的疏远 我心存愧疚 好几次想要打开话题 却不知道说什么 看到他憔悴的脸色 想要给他一个拥抱 但想到两人的关系 无奈叹息 这几天还好吗 走到医院门口 方慧抬头 望着我的眼睛 问道 我们相隔不到半米 能闻得到他身上的香味 望着眼前这张 我见游脸的翘脸 我心中涌出一股强烈的冲动 想要将他揽入怀中 方慧察觉到我的情绪波动 娇躯一颤 似乎在等待什么 感情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 突然闯入生活 猝不及防 却又热血沸腾 我的目光变得极为大胆 往前一步 几乎贴着方慧 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方慧没有后退 却低着头 耳根子通红 预感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他的眼睛有着紧张 但更多是期待 我哪里还不懂方慧的意思 说道 今晚有空吗 我想请你看电影 方慧轻轻点头 小声道 好的 我强忍着将他揽入怀中的冲动 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道 叔叔住院需要帮忙的 尽管告诉我 我反正很闲 方慧眼睛明亮 问道 那你什么身份 我愣住了 晚上来接我 方慧丢下一句话 转身匆忙离去 看到他羞涩的样子 我感慨万分 曾经的假小子 如今气场强大的鸡精精力 也有害羞的时候呀 不过我怎么觉得好可爱呢 原本死水一潭的内心 泛起了阵阵涟 我觉得今晚的梦里 肯定会有方慧的身影 带着强烈的期待 我嘴角自动弯起 刚要上车离开 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微弱的声音 我转过身 皱起眉头 但见身穿病号服的顾熙 像是一株被疯狂摧残的花朵 站在不远处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那一瞬间 我有种极为不祥的预感 顾熙看我的目光 跟之前不同了 有种说不清的复杂 却让我如芒在背 不再是冷漠和厌恶 也没有仇恨和不耐 反而多了一种情愫 我不敢对视 加快脚步离开 因为现在的顾熙 与梦境里的那个女孩儿 越来越相似 也越来越让我恐惧 明明不记得与顾熙的任何事情 却无法承受那份 充满深情的目光 直到离开医院 那种目光消失 我才重重输口气 我觉得以后不该与顾熙见面 否则会出问题 好在想起与方慧的约定 心情平复许多 爸妈打来电话 询问老方的身体状况 我如实告知 他们好似醉温不在酒 提醒我好好照顾方慧的情绪 还说两家关系很好 希望能更进一步 我心中叹口气 这百明让我追求方慧 这次倒没有拒绝 我妈是个人精 听出里面的意思 分外惊喜 需要什么帮助 尽管说 要不等你方叔叔出院 咱们搞个家庭聚餐 赶紧挂了电话 生怕他说出更出格的话 我刚刚离婚 虽然对方慧有点意思 但不代表做好进入婚姻的打算 自从在医院门口见到顾熙 脑海中时常浮现出 他深情的目光 晚上我又做梦了 刚开始梦见的是方慧 我们拥抱接吻 幸福笼罩全身 连夜空都充满了欢快 但等我低头看去 方慧的脸庞骤然一变 化作顾熙那张令人厌恶的脸 我大吼一声 睁开眼睛 不知何时 汗水湿透全身 我大口喘 吸 摇头苦笑 窗外皎洁的月光 照进房间 我知道又是一个不眠夜 最近老时梦到顾熙 梦到对方那张七楚的脸 以及多情的目光 我阿妈自己愚蠢 为什么总是找虐 与方慧的约会很顺利 看电影 吃西餐 河边散步 一切按照程序 我好像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烙印在骨子里 改不掉了 但又觉得这样不对 我应该与方慧的约会有新意 方慧倒是很开心 眼睛放光 不过 看我的目光里 偶尔带着一丝欲言幼稚的担忧 宋方慧到家后 我们拥抱 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方慧紧紧抱着我 不肯松开 我也顺着她 感觉到怀中的女人瑟瑟发抖 好似在担心受怕 于是低头看去 发现她眼眶泛红 方慧只是说是开心的泪水 这个拥抱等待了很多年 我不明所以 但也没有询问 目送方慧进入家门 我转身离去 却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目光 自从与方慧的关系有了进展 方爸爸出院后 两家聚会定在一家高档餐厅 两家的关系原本就很好 期间没有断过联系 所以气氛很好 有说有笑 可因为顾家的加入 气氛微妙起来 顾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听到 所以硬要挤 进来 碍于以前关系还行 又曾经是亲家 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我爸与老方聊起顾家的场子 一致决定不该投资 500万投进去估计是打水漂 再加上顾家最近麻烦不对 听我妈说原本要与世界对抗 也要嫁给成名的顾熙 不知道什么原因毁婚 然后在争执过程中 成名暴露本性 失手伤人 顾家原本对成名就不满意 如今更加不可能同意 而且顾熙的态度 不再跟以前一样坚定 我爸妈以前希望顾熙恢复记忆 如今觉得也这样挺好 反而希望顾熙最好跟原来一样 与成名所死 别来祸害我家 了解顾熙 我妈时常唏嘘 说以前的顾熙很好 失忆后变得极其陌生 差点认不出来 尤其是顾熙车祸后 深深伤害了我 她一辈子不会原谅的 这是我爸妈在深夜的聊天 我当时失眠碰巧听见 也明白为何对顾熙如此厌恶的原因 不过一切结束了 既然离婚 就没必要继续纠缠 即便曾经我们很恩爱 可伤痕永远无法抹掉 我爸妈得知顾家要来 神色担忧 我倒是看得很开 顾家三口来到聚会现场 热情与方爸爸寒暄 刚开始大家有说有笑 我跟方会找个安静的地方 谈婚论嫁 朋友之上 恋人未满吧 不过与方会相处 确实让我很放松 在方会的一步步引导下 我卸下防备和顾虑 渐渐接受两人的关系 我们聊起了儿时的记忆 那时候她是假小子 最喜欢跟在我屁股后头 我说的话就是圣旨 打群架她是真上 谁也没想到 当年的铁哥们 如今变成一个大美女 方会也不避讳当年 聊起了一个三人故事 那时候 我 顾熙和方会住在一个大院 整天粘在一起 顾熙从小是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优秀 乖巧听话 在学校里一袭白衣黑发 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那时候我满眼都是顾熙 方会一边说 一边观察我的神色 试探道 没事吧 我知道方会的用意 想要唤醒点什么 或许方会也感觉到 我的若即若离 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 如果要踏入一段恋爱 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地位 如果我对顾熙还有爱 那么她会选择退出 我忽然抓住方会的手 目光极为坚定 我们对视一眼 相视而笑 静在不言中 这一刻 我们的感情仿佛生化 聚餐中 顾熙全程坐在父母中间 一言不发 她看起来很憔悴 很失落 但我没有半点感觉 倒是她时不时投射过来的目光 让我很不爽 以前那么厌恶 现在搞什么深情 我坐立不安 便假装有事 带着方会离开 无视顾熙那挽留的目光 静止转身 将方会送回家 我便去公司 可惜走出家门 却遇见了顾熙 她站在院子外 眼眶红红的 寒情默默望着我 顾熙见我转身 眼睛一亮 想要靠近 却又不敢 只能站在外边 小心翼翼试探我的脸色 我面无表情 不想搭脸 想要静止从她身边穿过 落云 擦肩而过时 顾熙声音颤抖 神色凄楚 轻声道 我 我好像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但又不完全 你可以跟我说说吗 我停下脚步 平静看着那张憔悴的脸 淡淡道 就算想起来又如何 顾熙脸色泛白 娇曲剧烈颤抖 她捂着脸庞 痛苦道 不知道 我真的不清楚 我好像做了一件 后悔终身的事情 我每天都很难过 难过 我不知可否 顾熙难过的 并不是做过什么 而是失去什么吧 她曾扬言 一辈子深爱的成名 恐怕并没有多好 不然在订婚的时候 为何逃婚 感情这种东西 说穿了就是荷尔蒙冲动 当心中有爱 便一直坚持 一旦潮水退去 便清楚谁在录 当她觉得爱情很伟大 不顾一切要嫁给成名 估计是满足 那可笑的自豪感 但没有人反对 问题就出现了 我同意离婚 顾家二老在女儿 以死相逼的威胁下沉默 一切阻碍解决 顾熙却退缩了 我衷心希望顾熙和成名 永远所死 不要去祸害别人 到现在依旧是这个想法 如今顾熙跟我说 好像记得什么 目的何在 我可没时间陪她玩感情游戏 记不记得不重要 就像我 不记得与你有关的事情 觉得挺好 我摇摇头 认真道 所以希望你以后别来找我 好好跟成名过日子 毕竟 她才是你最爱的男人 这话说出来 顾熙瞪着眼睛 浑身不住颤抖 她神情极为痛苦 不断摇头 不是的 我好像搞错 我最爱的男人不是成名 不是成名啊 顾熙猛地抬头 伸手想要抓住我的手臂 激动道 我最爱的男人 明明是 是谁 就在顾熙说出那个名字时 身后传来一道阴瑟瑟的声音 成名冲到面前 死死盯着顾熙忽然跪在地上 抱住她的大腿 哭道 顾熙 我们相爱了十几年 不要抛弃我 我承认自己脾气不好 还打了你 但都是因为太爱你了 顾熙不断挣扎 似乎被成名触碰 是一种罪过 可成名死死攥着 不愿松开 顾熙 我们说好一辈子在一起 结婚生子 你怎么能背着我找前夫 顾熙摇头 求助看向我 我视而不见 成名猛地抬头 瞪着我 怒吼道 就是因为你 明明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纠缠顾熙 你是个阴险小人 该死的畜生 我绝对不允许你把顾熙抢走 成名眼睛充满怨恨 恨不得见我碎尸万段 我神色平静 看到成名痛苦样子 竟然生出一些快意 这好像是烙印在骨子里 抱负的念头 就算失去记忆 也感到开心 那就管好自己的女人 别让她出现在在我面前 我可没兴趣管他们的事情 转身离去 骆云 别走 顾熙想要追上来 却被成名拦住 她拼命挣扎 疯狂在成名身上拳打脚踢 刮花了那张脸 可成名跪在地上 不肯松手 不停哀求 听着那对赤男怨女的哭声 我心如止水 我与方慧的感情突飞猛进 双方父母又认识 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但并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知道为什么 方慧总是在关键时期 刻意避开结婚 我刚开始以为她觉得太快 没有安全感 但后来渐渐察觉到 其实方慧在顾虑什么 我想大概是因为顾虚吧 这个疯婆子 自从那天见面后 变得更加主动纠缠 我烦不胜烦 顾虚说她终于想起来了 与成名根本不是真爱 我才是她的丈夫 我听了想笑 谁稀罕做她的丈夫 但顾虚的纠缠 明显影响到我与方慧的感情 一直好脾气的方慧 终于在顾虚破坏我们约会时 发飙了 说如果处理不好 以后还是做朋友吧 她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影子 我也厌烦了顾虚的纠缠 走出门口 决定彻底与她断绝关系 那天下着大雨 顾虚浑身湿透 脚躯色色发抖 她看到我出来 神色激动 不断叫着老公 我面无表情看着她 顾虚忽然跪在地上 抱着我的大腿 神色无比痛苦 说道 老公 我记起来了 我全部记起来了 我们以前那么相爱 要幸福一辈子 对不对 我皱起眉头 讽刺道 你估计又失忆了吧 你最爱的男人是成名 顾虚摇头 大哭道 不是的 我最爱的人是你 我想起了所有事情 我们结婚青年 一直都很幸福 后来失忆了 错把你当成成名 我做了很多 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段时间 每天都做噩梦 梦见你不要我了 老公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顾虚眼巴巴看着我 露出哀求之色 可不管她说的 多么天花乱坠 我无动于衷 因为我忘记了 关于她的一切 就算她恢复记忆 又有什么关系呢 顾虚见我没有说话 而是冷漠看着她 眼睛里充满厌恶 就如同当初她对我一样 她脸色泛白 她坐在地上 喃喃自语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顾虚记起曾经对我的伤害 也记起了婚后的幸福时光 越是如此 她越痛苦 可我不记得了 我把她扶起来 语气很平静 就像是对待一个陌生人 叹息道 多过去了 不要再来打扰我 如果你真的想起来 那就应该祝福我才对 顾虚浑身一颤 望着我 欲言又止 我又道 我既然选择忘记你 那肯定因为不重要啊 爱一个人不是希望她能幸福吗 我现在很幸福 所以 请你远离我的生活 最后永远别出现 这句话 如同一击重锤 狠狠砸在她的心脏 顾虚痛苦闭上眼睛 在我转身时 发出凄厉的哭声 我无动于衷 朝大门走去 方慧还在里面等我 可就在开门的瞬间 身后响起了刺耳的轰鸣声 一辆车子朝我撞来 我来不及闪躲 横飞出去 昏迷前 我听见两个女人的哭声 我又来到了那片熟悉的黑暗中 时光仿佛在脚下流淌 记忆的碎片不断填补 完善 我终于记起很多事情 我与顾熙相爱的七年婚姻 我们曾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模范夫妻 可因为一次车祸 顾熙失忆后 错把成名当成我 我为了挽回顾熙 哭过 跪过 痛苦过 被她伤得体无完肤 曾经顾熙有多爱我 那时候就有多恨我 失忆好像沉封了一个人的善良 将内心的恶念释放出来 所以顾熙变得极为陌生 对我很辣无情 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 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恶 对至亲之人疯狂折磨 我伤痕累累 好几次想要结束生命 而顾熙唯与成名在一起 不仅仅伤害我 更伤害我的父母亲朋 这是不可原谅的 但在我绝望的时候 出了一场车祸 失去了对顾熙的全部记忆 也许又是老天爷 开的另外一个玩笑 却不好笑啊 哭声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大 终于睁开眼睛 入眼的还是原来那一大群人 不过除了担忧之外 还多了一个顾熙 顾熙不再是厌恶 而是用纳满是深情的毛子 看着我 在对视的一瞬间 顾熙好像心有灵犀 浑身一颤 喜极而泣 老公 你醒了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我平静看着顾熙 明明恢复记忆 但却没有那种 至死不渝的感觉 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爱了 人世间所谓的爱 真的很奇怪 两个月前 我明明很爱顾熙 甚至做好接受她一切的准备 此时此刻 却变得极为冷静 只是看了一眼 便将目光挪开 落在门口擦眼泪的方慧身上 我艰难抬手 冲着方慧招手 方慧浑身一颤 露出不可思议 而顾熙脸色泛白 身体摇摇欲坠 眼睛里充满绝望 方慧狼狈来到面前 握住我的手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轻声道 你是不是在等一个答案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才是我最在乎的人 方慧再也控制不住 扑在我身上痛哭 而顾熙不知道什么时候 住院期间 我妈告诉我 转我的人是承明 目前逃逸 正在被警方通缉 顾熙自从恢复记忆后 再也没有跟承明在一起 承明就像当初我一样 跪求顾熙别离开 她变得极为疯狂 好几次用自杀来威胁 可顾熙恨透了她 根本不给机会 承明将一切怪罪到我身上 所以觉得我死了 顾熙就能回到身边 只可惜我不但没死 反而恢复记忆 出院后 方慧放下一切工作 陪在我身边照顾 她照顾得很好 一个月时间 我就回复如初 自从医院那天醒来 顾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们都曾失忆过 所以对记忆恢复的眼神 极为敏感 在对视的一瞬间 她就明白我记起所有事情 可当我握住方慧的手 顾熙终于明白 永远失去了我 听我妈说 顾熙遭到严重打击 好多天没有回家 她一边说 一边观察我的表情 大家都知道我恢复记忆 曾经多么爱顾熙 说不定会去找她 但我神色很平静 说了句祝她幸福 这一刻 我爸妈和方慧如是重负 他们知道 我彻底放下那段感情 自从我在顾熙和方慧之间 选择了方慧 方慧便彻底放下防备 全心全意的爱我 我也走出阴霾 与方慧求婚 两家本来就知根知底 所以没有任何阻碍 求婚成功 便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举办婚礼的那天 我原本担心顾熙会来闹 但婚礼进行很顺利 我将戒指戴在方慧手指上 亲吻她的额头 周围想起祝福的欢呼 顾熙的父母来了 没有资金支持 他们家破产 但靠着一些积蓄 还是能过上不错的养老生活 他们决定搬走 远离这个伤心的城市 临走前 除了给一个大红包外 还递给我一封信 说顾熙已经出国 再也不会来打扰我 望着远去的二老沟楼的背影 我心中五味杂陈 但很快恢复正常 随手将信丢进垃圾桶 既然放下 那就别留恋过去 对方会很不公平 婚后第二天 我接到警局的电话 说已经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原来成名不但是逃犯 还涉嫌好几起刑事案件 恕罪并罚 下半辈子需要在大牢里度过 不过警察还告诉我 是一个叫顾熙的女人立下大功 不过 顾熙为了防止成名逃脱 身中树刀 目前变成了植物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我看了一眼垃圾桶 或许猜到了里面的内容 从离开病房那一刻起 顾熙便想要赎罪 但已经不重要了 我已经不爱顾熙 也不恨她 我牵着方慧的手 对未来露出强烈的期待 老天爷跟我开了好几个玩笑 最后还是眷顾我的 我不想跟顾熙再牵扯到任何关系 既然已经解脱 就没必要联系 可方慧希望我去看看顾熙 她其实挺可怜的 我由于片刻 还是答应下来 来到医院 看着躺在ICU里 插满各种管子的女人 我想起了顾熙第一次出车祸 就是现在的样子 那时候我跪在地上 恳求老天爷给一次机会 我宁愿用自己的生命 去换取顾熙的健康 后来老天爷听见我的心声 顾熙行了 我却失去了健康 遭到刻骨铭心 再也不愿意提起的痛苦折磨 兜兜转转 像是回到原点 医生告诉我 病人并没有脑死亡 对外界有着强烈的反应 特别是说出骆云两个字 顾熙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 所以希望我能经常看望 帮助顾熙回复 我沉默了 十几分钟的探望时间 我在方慧的坚持下 来到顾熙面前 顾熙 我是骆云 知道你能听得见 我已经不怪你了 要怪就怪造化弄人吧 往后的日子很长 希望你早日康复 个子安好 说完便转身离开 医生说激动说 病人有反应了 我没有理会 带着方慧离开医院 在回去的路上 紧紧握着她的手 生怕她消失 往事如烟 这才是我相伴一辈子的女人 全文完